嘿,我是阿图,我想背单词而努力让了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上一期内容跟大家分享了 我刚到澳洲的时候 在上一堂OZ accent很重的老师课的时候的一些小的窘事 那这一期视频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是怎么样从开始表达到想要表达的 那在下一期视频我会跟大家聊聊 怎么最后达到自由表达的这个境界的 那今天讲的第一部分就是明知顾问,开始表达 上课前呢,老师会布置一些pre-reading或者说其他形式的作业 即使没有作业,也可以看看课本啊,讲义啊,读过 这些内容的过程中把你可以想到的问题写下来 根据专业不同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我提的问题可以是某个概念或者定义在生活中的实例 比如说,在生活中会有怎样的例子呢? 在设计提问的时候,不用在意自己的问题有多蠢 如果有很高深的提问就更好了 那就我当时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能把讲义看懂就不错了 设计提问这个动作本身的目的是,开始用英语去做表达 有的问题其实是知道答案的,但因为能力有限 我也想不到其他可以问的问题,就只能明知古文了 在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学会提问这本书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翻阅一下 上课的时候,举手发言,在众多国际学生和英语母译者面前说英语 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可以用极度可怕来形容 我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是颤抖的 因为已经提前把问题写下来,那当下就读出来就好了 压力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多是几次我可以明显感受到,老师和同学看我的眼神是有变化的 后来在讲台上教课以后,我慢慢开始理解这种变化 就是作为课堂的引导者,也就是老师 从我自己来说,其实是很期待学生踊跃发言 然后师生互动的这种氛围的 每一次发言呢,它不一定非得马上有一个优质的结果 但是这个发言有可能成为破冰的关键 也就是课堂活跃起来的这个燃点 一旦点燃,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思想碰撞 熟悉课堂发言和引发失声关注以后呢 我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也就是沉浸学习想要表达 这个阶段我已经不满足于一句话提问 但还是会事先记录关键词 课堂上借助这些关键词成段的去做表达 老师们在布置pre-reading和其他作业的时候呢,会留一些思考问题 课本上也会有课后的练习 事先把这些练习回答完,用语言辅助工具进行修改 然后用自己的话附属出来 不断卡壳的地方呢,要么就是逻辑不顺 不能顺畅的从A过渡到B 要么就是语言太繁琐了 梳理好逻辑,用自己的话再多说几遍 做好关键词的记录 然后我就变成了课堂上能问又能答的活跃分子 再然后我就变成了被老师重点关注的对象 偶尔会被点名说 Hello, what do you think? 这种被关注认可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课后想偷懒的时候想想自己肩负起的活跃 越课堂氛围的重大都会有一种加班的快乐 得了得了,给老师点面子认真肯输去 当然啦,这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内心戏 但是带着这种心态去学习又快乐又有效率 而且从惧怕上课到期待上课 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下期跟大家来说说假装脱稿自由表达的阶段 我是怎么去度过的 我是阿图,相信教学乡长坚持有教无类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